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管理文章和页面 我们可以登录到Wordpress管理后台 然后点击文章 这里呢你可以管理网站里面的所有的文章的内容 点击上面的这个显示选项 你可以呢去控制这个内容列表的一个显示的项目 比如呢你不想去在内容列表里面 显示这个内容的作者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如果说网站里面有很多文章的话 这里呢会分页去显示 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去指定每一页显示的文章的数量 模认的是20个文章 想要更改的话可以直接呢去输入文章的数量 然后点击应用就可以了 把鼠标放在这个文章的标题的上面呢 会出现一个有用的链接 那么你可以呢去编辑删除或者呢查看这个文章 我们也可以呢批量的去编辑文章 我们可以先选中想要编辑的文章 然后呢在批量操作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操作 你可以批量的去编辑 或者呢是把它放在回收站里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编辑 选择编辑点击应用 这样呢你可以去编辑所有选中的文章 你可以去分配文章的分类标签 可以去修改文章的作者状态 展示的形式等等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回收站 选择一致回收站 然后点击应用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选中的文章呢 都放在一个叫做回收站的地方 那么在文章列表的上面会多了一个回收站这个链接 点击呢可以打开回收站里面的内容 那么在回收站里面存放的是暂时删除的内容 我们可以还原这里面的内容 也可以呢彻底呢把它们删除掉 选中想要删除或者是还原的内容 然后呢在批量操作这里面 选择相应的选项 我们可以还原 然后点击应用 在所有文章的界面里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还原的这个文章 如果呢你想把它彻底删除掉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移到回收站里面 然后呢在回收站里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永久删除 这样我们就彻底的把这些文章呢 删除掉了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